此卻卻形全流 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 请读分 我们十月份开始 以教会的周刊封面都不同了 上次上个星期开始就是 延起孙教心踏上差全路 我上次说了一句说话 延起先教火更适合 我收到几个电邮说 有点火之类 证明突然之后都是能耳听到的 每一年参全联会 我发觉每一个星期都会多些东西 上一两个星期我们就多了一点点 但是高牧师的故事讲了上集又下集 你会发觉为什么今次的周刊这么重呢 多了很多东西 多了一些关于应献 有些有黄旨又成呢 有一张就是那些宣教士祈祷役宴家 哇 这么多名字呢 那里面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的华基的会友 来自不同的堂 两个星的 然后其他没有星的呢 是非我们的会友 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世界各地 那我们希望能够呢 我们签名 踢一踢来为他祷告 那另外呢 又有这张纸呢 又说到我们要祷告 宣教行动 应献 金钱 是我们这些方式用了很多年了 是鼓励我们呢 在我们的行动方面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每一次收到这些表格的时候呢 心里面的感受是怎样的 哦 又是差全年会到啦 OK 又要做事咯 或者说 哎呀 这些东西真是很大压力的 每次都要我填 哎呀 那些钱 真是血汗钱来的嘛 接着呢又说 未来那年我未来有没有供我都不知道了 我要我迎献 行不行啊 接着这么多人 几十个人 这里有没有几十个人 这里有很多人的 名字都得了 名字都不知道是什么人来的 怎么祈祷呢 祈祷都很大压力的 不知道我们当初有没有人 好像很诚实的话 刚才牧师所说的感受都是真的 每次教会讲猜传 其实很大压力 好像真的听到那些宣教士 哇 他们好像Larger than life 那么厉害 在原住民区服侍三十年 在非洲那些回教人士 山卡拉地方服侍十多年 哇 这些很难以想象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些普通人 我们都是普通人 在多来多生活的普通人 我们都是上班 去去吃一下 喝茶 买下菜 回到家 回到教会 那已经尽了我们的能力了 不用那么激 又要去远地宣教 又要做些什么 不用 教会讲猜传 讲了很多年 但是我们华基 在猜传事工方面 蒙神恩典 金钱方面 神祝福我们今年的猜传 策略差不多200万 在我们宣教士的 短孙的行动方面 都不错 每年很多人 数以百人 参与短孙的行动 我们自己也不少 不错 不过有些方面 我们做得不是很好 真正愿意 走上去 长小小的 宣教的人 不是很多 不要说全职的 宣教士 不是太多 就算说 超过两三个礼拜 我们去三个月 那类的 参与短孙的投入的人 都不是很多 为什么我们推了这么多年 我们华基做猜传 都有成三十多年了 我记得 孤牧师一开始华基的时候 就要有猜传的工作 推了三十多年 为什么我们 好像我们还很严 那样 就是我们的帝影之妹人去行 好像不是很积极 很起劲的呢 是不是我们华基 帝影之妹 不如华基 帝影之妹 每个都真的 心想看伴 不是走得动呢 还是我们的问题呢 还是今天呢 在普遍的教会当中 我们未有一个很深的体会 以致我们没有很清楚明确 体会到我们身处的时代 还有听到上帝 对今天的教会 对今天的我们每个帝影之妹 信耶稣的人 他的呼声呢 今天跟大家讲这段经文 就好像我们从九月开始 我们讲了很多 关于神呼召的经文 记不记得 我们讲过神呼召摩西 神呼召药 神呼召基电 神呼召沙母耳 神呼召基电 神呼召沙母耳 在神的国度里面 来为神做一件事 有些看来很大的事 好像摩西真的很大的事 有些小小小的 没有那么大 好像基电 打几场仗 保护了国家一段时间 但是都是很重要的事 我们相信今天 神都要帮助我们 每一位帝影之妹 帝影之妹 让我们看到一些很重要的异象 啟蒂 啟示 以至我们在我们生活行为里面 有些改变 我盼望今年的猜传年会 都不是又是另外的一年 在我们生命当中 是一个新的一年 以至我们能够有些突破性的行动 好了 我们打开圣经里面 一个很重要 很精彩 很令人振奋的经文 刚才是Cathy帮我们读的那段经文 以塞亚书第六章 是以塞亚的呼召 神呼召以塞亚做先知 是以塞亚书第六章 一到十三节 先知以塞亚 我们一般看见 这个先知真的很厉害 他写的书是非常长的 而且写的书卷很巧合 六十六卷 和聖經66卷和聖經66卷是剛剛一樣的 會不會這個先知真的有些神特別用呢 而且在他的時代當中 面對君王毫不懦歉 其實不只是他,很多先知都是 當時先知的重要角色就是 在政治強權之下 為上帝毫不退色的說話 當時先知以塞鴨 神呼召他在一個特定的時空裏為神做事 我們看看是甚麼時間呢 打開 當烏西亞王崩那一年 這句說話 我們只是聽說那個王死了 沒甚麼特別 但如果你明白聖經的時候 烏西亞王在當時由大國來講 他離開世界是一個時代的轉變 在當時北國南國呢 北國的王是耶路波安二世 然後呢 南國人呢 他又時間短一點 後來呢 就是南國的王呢 就是烏西亞王 兩個王呢 都是在位很多年 耶路波安二世的時候 他們的版圖 等於適入猶太大衛所羅門的版圖 烏西亞王行爺說眼中看為好的事 兩個大家一起共同統治南北國的時期 彼此之間又不打仗 大家擴展版圖 直逼甚至超過以色列聯合國 聯合王國最強性的時期 而這個烏西亞王做了五十幾年 五十幾年 太平盛世 當然北國呢 耶路波安早死這麼多 耶路波安早死之後呢 北國開始亂了 當時北國亂的時候 都是自己來亂的 超級強國 大家明白了 你知道當時的近東社會 今天以色列的社會呢 那些超級強國 全部都是阿朔巴比倫 就是伊拉克伊朗那些地方過來的 那些地方呢 還沒興起 超級強國還沒打到來 所以他們自己呢 仍然能夠非常太平盛世和強大 當烏西亞王死之後呢 南國開始一路一路衰敗 還有呢 北國已經開始亂了 從此之後呢 猶大和以色列呢 就再沒有好日子過 轉眼之間 北國滅亡 猶太一百年左右之後呢 也都滅亡了 就是說呢 烏西亞王崩的時候 可以說猶大的國勢 跟昌盛一路走向衰敗的年代 而上帝對以色列人的審判 也都是等著等著 到烏西亞王崩的時候呢 開始 正正式式具體的 臨度又大了 烏西亞王還有一件事的 他是英明的明君 不過在他在位的時候 做了一件很重要的措施 他心高的氣傲 因為他做得好嘛 於是他要去聖殿 要去獻祭 大家知道王安會獻祭的嗎 在聖經裡面 要讀一下聖經知道 哪些人才可以獻祭啊 祭司啊 所以他說不行 不聽這詩說 他衝進去 祭司整班人攔著他 不要啊 耶穌說不起穴的 你不可以這樣做的 他說我不聽 我是耶穌說不起穴的王 我要自己獻祭 他正想拿這些獻祭的時候呢 手出現東西 額頭出現些什麼 大麻風 所以烏西亞王後半生呢 他不能夠直接去管理 他是要住在別院裡面 他也都不能夠 終生不能夠再去聖殿 拜神審判他 讓他雖然很盛世 但是呢 結果呢 他仍然活在大麻風當中 所以在他在位的後期呢 跟兒子一起共管的 約坦一起呢 是來跟他一起做皇帝 一起去管理社會 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心目當中呢 這個烏西亞王 仍然是一個 非常成功的皇帝 所以烏西亞王崩的時候 整個社會呢 開始很擔心了 哎呀 這個這麼好的皇帝 做了52年 現在離開世界了 哎呀 怎樣呢 誰坐上去呢 藥坦坐上去呢 啊 還有呢 北方那些亂開始起了 風聲 北方那些亞術開始興起了 當時國家開始憂慮了 在這個時候 神就興起以色亞成為 在這個大時代的新的先知 我們是不是會在大時代當中呢 有人說我們現在是一個大時代當中 世界變得很快 昔日的強國 一路一路開始衰敗 昔日的弱國 現在呢 越來越興起 啊 強國 不是再等於美國 今天呢 開始興起的強國呢 是中國 有人甚至說呢 中國是二十一世紀 中國的世代 是不是真的能夠應驗呢 我們不是預言家 我們不知道 不過 昔日我們走出街 去旅行的時候 你以為我們是日本人 今天 日本人走出旅行的時候 你都可能以為他是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已經成為地位已經改變 還有呢 我們華人在全世界的地位 全世界的接受程度 已經甘非識比了 世界改變了很多 科技改變了很多 神會不會在這個時代 在這個資訊發達 中國 強盛的時代 對神 對華人教會 有些什麼的旨意呢 這個會不會是我們華人教會 好像昔日 這個 以賽亞 神興起以賽亞 在這個大時代裏面 為神講說話 會不會是今天 神興起我們華人教會 我們的華人 尤其是 我們針對香港 我們離開太久了 不會說的 是針對我們在北美當中的華人 在現在這個 越來越敗壞的時代 道德越來越敗壞 社會越來越動亂的時代 肩負一些特殊的任務呢 在北美過去移民的日子當中 北美的社會有 我粗量計一計 應該有幾十萬基督徒 加拿大幾個大城市 加上有十萬 多倫多有五萬左右 英國說有三萬 加上有八九萬 美國一般人口 是加拿大的十倍 我想美國都有 比我們多些粗量估計 北美裡面應該有幾十萬的基督徒 可能跟香港差不多 香港都是三十萬基督徒 北美可能少些 北美大城市 舊金山 羅省 紐陽 當中教會都不少 加加萬萬 我想二十萬基督徒應該有 而二十萬基督徒裡面 很多都是好像你跟我坐著 有些專業的經驗 專業的人士 有工作 有語言 還要加上我們當中的子女 我們這群子女 會不會在神的國度裡面 能夠肩負一些重任呢 昨晚我們參加 Tim和Elisabeth的婚禮的時候 Elisabeth的父母也在 今天在我們當中 參加的時候 後面有個年輕人跟我說 Pastor Dominic 要不記得我 我看一看 如果我認得你 你不要介意 我眼睛很呆了 其實我應該見過你 不過那個記憶被人刪除了 所以沒有了 他說我是誰 你記不記得 你兒子也記得 我一看一看 我兒子 我開始刪除的記憶 有一點記憶 我問他一項 他是到傳道的 他很坦白 我現在在掙扎 應該在華人教會裡面 做英文的傳道 還是在西人教會裡面 做Multicultural的工作 我就表定心態 我說我是Bias的 我相信華人教會 我更加相信華人教會 需要好像現在比較年輕的牧者 去帶領我們華人教會 因為華人教會下一代不斷流失了 我們希望你能夠參與 我說完之後 他說 多謝你給我一些意見 我盼望他能夠去 他想想那間華人教會裡面 做英文的牧者 因為我認識那個牧師 也是挺好的牧師 不會害他 很多時候 因為上下有些教會 我不會叫人去 但那間教會 我知道那個牧師 真是挺栽培年輕人 鼓勵他去 我盼望他去得到 為什麼呢 因為更多的年輕人 來帶領年輕的牧者 帶領我們那些年輕人 我們的華人教會 就可以起來 兼負這個大時代 神要交託給我們的重任 我真的覺得 我們現在 無論什麼年齡 不只是年輕人 神被華人教會 對我們教會 對華基 對在多倫多的華人教會 不是只有我們家家與家 Wild 去教會 享受教會 跟著我們回饋社會 就是待會我們出去的時候 喝茶就是回饋社會 不是只有這樣 我相信神有更重要的事物 給我們使用 就像意塞亚一樣 神要呼召他 傳說神的審判和救贖的真理 但是在意塞亚開公前 去傳說之前 神要讓他見到一些很重要 神要讓他見到自己的榮耀 他的拯救和要他听到神对他的猜献 我们今天同样 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去体会一下 神的荣耀 神的拯救和神的猜牌 我曾经尝试去找 有什么图像 可以将那段经文的伟大 去展现出来 找了几幅 不过有些好像卡通片 有些画得不太好 所以后来想一下 把图像出来 神怎样圣灾 圣灾的伟大 都是不要放了 都是盼望用经文 帮助我们的想象力 在当时以创下 看到什么 我们打开圣灾 他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就是说他见到一个很高的宝座 他没有说到上帝的样子 就是说他见到上帝 他看不清楚 没有人可以见到上帝的样子 见到一个高高的宝座上 接着他的衣上垂下 这个上帝的衣很长 一直垂下 这个垂下遮满圣殿 就是说在下面是一个圣殿 上面高高坐着宝座 他上帝坐在那里 那些袍呢 很长的 一直盖着整个圣殿 这个袍好像代表安 代表荣耀 上帝高高坐着宝座上 他的袍一直盖着圣殿 接着有几个 这个叫做撒拉弗天使 类似这样的 使者 各有六个尺旁 两个是我来飞的 两个遮面 为什么要遮面呢 上帝的荣光太厉害 不看得 看不到 接着两个遮脚 脚是什么呢 一般圣经讲脚 是描写下体的 这些都是不极的地方 是不能够在神面前 来显露 他们的基本能力 就是 两个遮脚 就是传帝神的工作 和华语 周围在这 事立他的时候 大家一起呼喊 你看到一个好图 豪华 接着呼喊说 盛哉盛哉盛哉 万君之夜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一路唱的时候 地的声音震动 而有烟 烟是什么来的呢 不是放下什么 那些做舞台的烟 有人说 烟就是祭坛的时候 因为后来说过祭坛 可能祭坛的时候 震动祭坛的烟 或者说 烟就是让人 不能看得那么清楚 因为 见到上帝的人 会死的 因为上帝太威严 我们有罪 所以有烟 是可以让我们看得 阻挡一点点 当时的图画 尔赛亚见到 即是极其宏伟 荣耀的图画 荣耀的上帝 圣灾圣灾 声音震动 立体声音震动 看到有烟 有炭 味道 我相信 我推测 不同的感受 看到一个非常荣耀的图画 荣耀的 关系的说话就是 上帝的荣光 荣耀 充满全地 我们打开 战略另一段经文 也很像的 在启示录第四章 启示录第四章 没有打出来 不过你听我读 启示录第四章 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看那坐序的 好将碧玉和红宝石 又有红围着宝座 好将绿宝石 宝座的周围有二十四个座位 其中坐着二十四位掌路 身穿白衣 头上戴着金冠冕 有闪电声音 雷光从宝座上发出 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面前 这七盏火灯就是神的七灵 宝座前好将一颗玻璃海如同水晶 我们试试我们跳一跳 跳到后 跳到呢 但是他都说 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 前后片体都骗了眼睛 有一个活物像狮子 第二个像牛族 第三个面像人 第四个像妃鹰 四个物各有六个翅膀 片体内外都骗了眼睛 他们早夜不住的雪 说什么呢 启示录的时候 成在成在成在 主神是色在金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这个是另一个异象 这个是启示录的异象 里面的情况有少少不同 他说完那些面 但是基本的 见到的宝座 荣光 神的使者歌唱 成在成在成在 至高神 万君之夜话 神的全能者永在永在 留意在这个 以赛亚的时候 是乌西亚皇 崩了 就是座位没有人坐 还有以后那个皇位呢 坐下去的那些呢 都不是自己人的了 当亚术皇你进攻的时候 那个皇位 就是亚术皇坐的 当时 以赛亚在他的先知 在他的侍奉里面 他要面对各样的强权 他要面对强大的亚术 他要面对和皇帝说 你不要怕亚术啦 不要怕巴比伦啦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真真正正见到 坐在宝座上那个 不再是人的位 是要他看到 不再是亚术 神向他显示 因为神要让他知道 真真正正 坐在这个世上的宝座的位呢 就是万君之夜话 以赛亚他面对很多困难压力 这个是他要在他生命里面 他要很清楚的 明白 纵然人生里面有很多困难 很多黑暗 仍然 这个地上 仍然有耶路华的荣耀 上帝的皇权 是不会改变 启示到那段经文 若汉看到 当时若汉的读者是做什么呢 是面对罗马政府的迫害 当时那个最强权恐惧的就是罗马 基督徒在罗马的压迫之下 是要殉道 是要死的 坐在宝座的是海撒来的 但是上帝要透过这个 若汉告诉当时基督徒听 真正坐在宝座不是地那个 是天上那个 是上帝 自有永有的上帝 我们不再需要 虽然人间看到很黑暗的事 我们要坚持 仍然有真理有王权 为什么 因为上帝仍然高高坐在宝座上 各位听众们 为什么我们 很多时候想到福音 想到全福音 想到宣教 我们就会果足不前 可能我们的心里 就没有见到上帝的药域 光充满全地 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很黑暗 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全福音有什么用呢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坚持真理有什么用呢 人所谓的真理 我们世界看不到的 有什么用呢 我们心里面 气馁 我们觉得呢 我们只不过 只是安安定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过我们的生活就算了 我们看不到 原来耶奥话商低 他仍然坐着为王 虽然人体来很黑暗 但是那个王权没有助 是没有改变的 最近 这段时间上电视多了一点 为什么呢 当然是社会多事 我们就收到那个 安省政府 乱花钱 花了十亿 搬两个电厂 就说四千万十亿 是吧 很多人访问 就是说 有些人就说 是这样的了 政治 他不骗你钱才傻了 是吧 政治 要说现实 说理论 说道德 哎 你过时了 那我参与的时候呢 当时一位是保守党 一位是扮自由党 在那拗的时候呢 我是上帝的党 我不参加他 但我心里面 我争取一个问题 我说 究竟 在现在这个世代 在这么黑暗的世代 这些政府 无论自由党 保守党 什么党呢 当它做得久 当然是赚钱的 联邦保守党 迟早都开始腐败 或者腐败 就是正式 慢慢都说 我都是这样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讲政治 讲道德 讲对错 是不是过时呢 就是我心里面 我就说 我说就说 我们不可以要求那么低 其实我来心里面 那个底线就说 我相信 耶和华仍然坐着违禍的 所以我说 我们要求 是有公义道德呢 是因为我相信上帝 我不是相信那些人 是一定会听我说 但我相信上帝是公义的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我相信上帝仍然 在议会里面 真正坐在那个 不是那个以掌啊 真正坐在那个宝座里面 是上帝自己 虽然现时看不到 但是上帝的公义审判 必然有天 临到那些犯罪的人 必然要去改变 那些破坏的事 这是公义的社会 这是公义的社会 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要努力去为上帝做事 因为我们好像二刹牙一样 看到这个世界 仍然有上帝的荣光 我充满全地 各位兄姊妹 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 往往停留在一个过人的框框当中 我们每次来教会的时候 有心灵需要 因为有些困难 于是来教会 找到上帝 这条路完全没错的 因为上帝透过我们的需要 来认识他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透过我们的需要认识上帝 我们就永远都拿着我们的需要 来认识上帝 我们没有去真真正正认识 那位全地都有荣光的上帝 永远单单和我们的需要 结果我们的上帝很小而已 只是困在我们的需要当中 那个不是真正的上帝 那个是偶像来的 真正的上帝 当我们慢慢认识他的时候 我们发现原来上帝是伟大 上帝的荣光充满全地的 所以当我们真真正认识上帝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会按着这个上帝来改变 所以盼望我们今天看完以赛亚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开始 不要只是停留在我们自己的需要里面 来进来教会 来读圣经 来看我们的信仰 我们要去看主啊 你是一位怎样的神 今天以赛亚见到是一位 他的荣耀充满全地的主 神的荣耀 神无所不在 神的荣耀充满全地 当以赛亚见到神的荣耀的时候 他见到上帝的另外一面 神的拯救的一面 当然 在拯救之前 他见到那头唱完圣灾圣灾圣灾的时候 接着他唱什么 他的回应诗歌就不是阿门 他说和灾 好奇怪 圣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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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和灾 为什么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唱完圣灾 真的在上帝的圣结的时候 心里面不讲和灾都不行的 当以赛亚 他真的体会到神的圣结 神的荣耀的时候 他立刻有个自觉 他要怎么说 他说和灾我灭忘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结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结的民众 有没有眼见大君王万君之夜 他看到万君之夜 然后他一看自己 哎呀我嘴唇不结 但是什么叫嘴唇不结呢 是不是他经常说是非呢 有没有呢 我相信以赛亚是好人来的 不是常常说是非 或者有少少都不止了 但是他这个嘴唇不结 不是只是说很多坏话 一般来说 有可能很多不同的解释 不过我相信在圣经里面说 在新语里面都可以说 一个人的嘴 是代表他的心 就是扎着舌头 你就会控制很多的事 舌头是万恶的 一个很大的源头 所以这个嘴唇 是可以代表他的心 另一个解释就是 以赛亚是要去将来 为上帝说话 他要说话的时候 他都说我完全不配 因为我口说的话 我内心里面充满不合成的心意 去体会自己的罪性 而他更加不单止自己 他说我自己活在 这个嘴唇不结的民众当中 他看到永圣经的上帝 他说我有罪了 我灭亡了 我们全部人都灭亡了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 可以对得住上帝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 圣经讲 当我读得清楚一点就证明了 规决了神的荣耀 你明白为什么吗 我们犯罪归上帝荣耀 有什么规决 当你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 他的荣耀应该在我们生命当中反照出来 但当上帝的荣耀照出来 没有反射 我们是黑的 就吸了上帝的荣耀 反出来的就是犯罪 咀唇不见 于是便规决了 争了上帝的荣耀 他说灭亡了 因为上帝的审判 一个真正明白宣教的意思 明白神为什么要这么紧张 去猜我们去传呢 因为上帝看到他的荣耀 而他周围的人 还是活在神的震怒审判 罪恶当中 然后 但是神很奇妙 他没有立即去灭亡 反而神是医治了他 有一个撒拉夫 飞到眼前 手里拿着红炭 这炭是哪里来的呢 是用火箭在壇上取下来的 那是献祭的壇 拿火箭在壇上 拿了壇 沾到嘴里 让他得到结直 这个很明显是象征性的行为 那个祭坛上的炭是什么 是献祭的 献祭的 献给上帝 然后呢 去来到去 碰到他的嘴 他的嘴就得到结症 我说 新养圣经讲 耶稣是我们代属的羔羊 在坛上一次献祥 然后呢 我们因为信心相信耶稣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得到医治 这个好像有点点指向耶稣一样 天使是很快 当人见到自己灭亡了 立即能够去 这个炭来到医治他 结症了他自己 他就结症了 在这里我们的伊太太看到 神虽然是威严的神 但是神是愿意去试验 和结症拯救的主 以赛亚 都没说 上帝 你救我了 他都没说 神已经主动的 插着撒拉弗来 把火炭碰到他 让他完全结症 上帝是公义 上帝是要审判 但是上帝都盼望去请求那些活在神的震怒当中的人 各位弟姊妹 你有没有体会上帝的心 从耿古到今天 从神简选阿伯拉罕 神开始犯罪 神已经开始预备 那个拯救的计划 从阿伯拉罕当中 神简选他的子民 一直到耶稣基督 跟耶稣基督的差派 我们要去将福音传开 都显示是神愿意去救人 为我们 叫我们人 不可以落在灭亡困苦当中 神要人得到拯救 这是神的心意 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怎样的 我们相信有没有看到 神是爱很多 不只是神爱我们 如果我们自我中心的时候 啊 上帝爱我 够了够了 爱完我就够了 不用爱其他人了 他爱其他人都不关我事了 是不是 神爱世人 很多时候我们的解译就是 神爱我而已 爱完我就够了 神爱你 那你就爱了 接受上帝 搞定了 但是忘记了 原来神爱世人 是神爱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是需要我们将这个好的信息 去传给他 让他感受到上帝爱众人的心 这个神爱我们 更加神爱所有的人 当我们深深体会神的爱 那个拯救的主的时候 我们哪有理由 不去将这个神的救恩的信息 去传开呢 第三方面 神是差遣的主 神差遣以赛雅 去宣讲他的话语 宣讲他的信息 宣讲什么信息呢 他这个信息是很奇怪的 他说 他说你去告诉那些百姓 你去说的就是审判他们 是让他们听不明白的 让他们要在我面前审判 以赛雅要说神的话 要说神的声音 神的说话 神要他说 不过那个效果呢 就是那些人是不会听的 你要说福音 但他们听来就变成和音了 因为这些福音是成为他的审判 我想所有传道人 所有弟兄姐妹听到 上帝你没那么残忍 你叫我去传福音 大家对听 开开心心 大家拍手奖 就好了 你要我传和音 别人不贪听 赶我走 不要吧 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 都是报喜不报忧的 兄弟兄弟 但如果真正的福音 不是只有福音 接着和音都要说 上帝的审判是真的 那关 接着以赛雅说 喂 怎么办 什么时候才为止 就是他一方面就说 你的审判什么时候才停 或者说我要传这个审判的说话 什么时候停 姚侯说 直到成一 荒凉无人居住 房间空闲无人 地土极其荒凉 并且把人迁到的地方 一直说下去 就是说 直到我的审判 一直一路临到结束为止 直到秘鲁 迫到过破家亡的时候 都是要审判的声音 当然 我们读以赛下诗 知道 不只是审判 因为以赛下语路 后来说 神的这个叛律 将犹太灭亡之后 后来神会让他们复兴 让他们回归 神的审判的背后 最终仍然是拯救 不过当时 神给以赛下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宣讲神审判的说话 以赛下 这个就是他的使命 不过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神怎样去猜他 怎样猜他 但我留意一下这句说话 当他见到之后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猜献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有没有想过 上帝猜人 这个方法都很奇怪 如果我猜你 是谁 没有想过 去吧 是吧 你 老板来的嘛 上帝是老板 大老板 来 谁 去 去 简单 但上帝事先猜猜 他不是这样做 他猜去 给他觉得 我可以猜猜谁 谁肯为我去呢 你看到那个分别吗 上帝好像把我去心 我的心很想这班使者听到我的声音 但我不知道谁愿意听 我可以猜谁 把上帝的心墙放在众人面前 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邀请 成为我的使者 有点请求祈求 希望我们能听到上帝的声音 今天我们讲猜传这些东西 我们有没有看到上帝的荣誉 有没有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 最后需要缺乏就是 有没有听到这句声音 我可以猜猜谁 谁肯为我们去呢 有没有听到上帝在我们的心里 推动提醒我们 你的回应如何 以赛我说主啊我可在者女 请猜猜我 大家 当你听的时候 我都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 我没有听到我可以猜猜谁 所以我经常都说主啊我可在者女 不过你没出声 有很多人都这么说 我说上帝我随时呼住我就来了 不过我没有听到尔寨的声音 我没有听到好像 又不像摩西那样 又没有见到火鲸鸡 又没有像这个撒母耳 睡睡觉上帝见到他三次 没有听到 又没有见到基电 和上帝对话 羊毛又濕又干 没有这样 所以都不关我事 都是上帝不出声的 我没事 我等着随时主在 我又在者青山喜乐 是吧 当你去到我想跟大家说 这个我可以猜猜谁 谁肯为我们去 是说了很多声的 不过看你听不听到 未必是播音的 我可以猜猜谁呢 可能用了眼神 可能用一些声音 可能用一些其他的声音 将这个信息传递 在乎我们心灵的耳朵 听不听到啊 我们的微信主的朋友 打问你 哎呀 好烦 经常跟你说话 你听不听到 是他们上帝 透过这些亲戚朋友 跟你说 我可以猜猜谁 把福音传开给他们呢 好多年前 我经常都收到 几位精神病者的朋友 打问我 一说就说半个小时 每次说的说话 都是一样的 多数的时候 你的反应是怎样 真的好烦 很简单 现在呢 有speaker phone 按speaker phone 就这样去说 你自己做事 哦啊啊啊 在那里做事啊 OK啦 是吧 以前没有speaker phone 我家里没有speaker phone 你把电话放远一点 或者放在那里 啊啊 又在对着电脑做事 为什么 因为真的很烦 而且呢 你讲些东西 他不入脑的 你讲点点电话 送给他听 他不听得到的 因为他是 有困难的 曾经一段时间 哎呀 真是很烦 但是后来上帝 不知道为什么 让我想一下 为什么我认识这些人呢 为什么上帝带这些人 在我生命当中呢 我不是我撞去啊 是很奇妙的 认识了他们 有两个打了很多次 我说会不会 上帝透过他们 给我 其实为什么上帝不断 通过打给我呢 其实我就是 听不到啊 会不会跟我说 那个人打给我 说那些大堆的烦事 其实就在上帝跟我说 我可以差遣谁 谁肯问我去呢 说了很多次 我听不到 后来我明白了 没错了 那位那些病的人 跟我说 不仅是他说的 他的烦事 还是声浪来说 那个容领就是他那些事 但是里面背后 那句是上帝跟我说的 正在说 你听不听到啊 我想你去帮助他 你听不听到啊 最后我明白了 主啊 我就去警察 那我就去帮助他 各位听姐妹 很简单 有时有些人走过来 看一看眼神 突然间收到一些东西的 哎呀 都说不要了 不帮他 但可能他说 那个眼神 不只是那个眼神要你帮 那个眼神就是上帝说 谁可以帮 谁可以为我们去帮帮这个人 以致我们将神的恩典 带到给他呢 在这个时候你就说 主啊 我就是子女 请差以我 如果你的心真的说 主啊 我就是子女 请差以我 的话呢 我相信 慢慢慢慢 我们教到我们的耳朵 我就会听到上帝在我们身边 很多的声音 谁肯为我们去呢 谁肯听我们去呢 神周围地和我们说话 各位兄姐妹 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服侍我们的人 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 那些服务员 我们的亲戚朋友 身边的人 不要说这个陌生的人 我们身边的人 妻子 丈夫 青 那些的人 很多时候给我们的 会不会神透的 他们都说 我可以差遣谁 去爱他 去帮助他 福音的工作 上帝 当我们看到很多图画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看电视 我们看到一些很困难的警方 有没有看到有什么 可以说 谁肯为我们去呢 上两个星期 我开车 一天开车出来的时候 在当家里一走出来 不 当家里一走出来 一出 看到车撞了 我都说过 看一看 当时有两个地方 第一就是 咦 为什么 通常我见到撞车 以前 我都说 哎 不关我事 我又有什么 走 上一次好一点 第一个念头就是 会不会那个是我的回友 是吧 但是第二个念头 更加下神的心 自己回友的 看一看 但是第二个念头 我发觉更加是神的恩典 因为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 一部电影说过牧师 后来因为太太在出场上下下 打死人 坐牢在家里面传福音 叫做The Preacher 这部电影很有意思 那牧师开始第一幕说 他一去到的时候 见到一个 见到一个人撞车 快要死了 他立即走去 警察还未到 他跟他传福音 他说神 你快要上耶稣 上耶稣 上耶稣 然后那人真的上耶稣 真的快要死了 正好可能 5秒10秒钟的时候 他就是那个时刻 我看完之后 我身体有很大的感受 我说是 以后我见到有意外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说 那里的意外不好 你走快一点点 然后塞车 会这样 每一次意外 就上帝说 我可以叉献谁呢 谁可以为我去呢 通常我说 我不在者女 上帝我走快点 或者我说我就是者女 当然在highway 要注意安全 突然刹车的时候 你就带来很多问题 当我那次在币的时候 两个意念 第一个意念自己会有 第二个意念自己会有 第二个意念那套戏的图画 我说主啊 我就是者女 我转个弯 看一看 后来他已经有很多人 照顾了 而且我真的走不过去 因为他车不能进去 因为他是出来的时候 胆情地出来 所以我没有办法 于是我就离开了 我说 只要我们心里真的说 主啊 我在者女 请猜献我 你以为上帝没有事给你做吗 如果你的生命说 好像现在都不知道怎么 不知道去做什么 好像 你没有说我年纪大 什么都做不到 只是在家里 你跟上帝说 主啊 我在者女 至少可以祷告 至少可以用我们的心 用的时间 为神你要做大事 祷告 求大事 请猜献我 可以吗 行不行 行不行 都可以为神做大事 因为我年纪老了 既圣都不记得了 既圆祷都不记得了 不过你祈祷的时候 先去祈祷 真是说你不记得 上帝记得就可以了 我就是者女 请猜献我 我去到学校里面 上帝猜献我 每一个同学 每一个弟兄姊妹 每一个客人 每一个同事 可能就是上帝跟我们说 我可以猜献 谁肯为我们去 将这个福音 将神人爱 带给他 你愿不愿意说 主啊 我作者女 请猜献我 今天就是你这句话 我作者女 请猜献我 让我们一起 口唱心和地说 一起祷告 天父 我们在你面前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在人心里 所以错过了很多机会 为你来传港 为你来将这个爱传开 因为我们不明白 你的伟大 你的国 不明白你的心肠 不明白你的爱 主啊 我们今天 让我们的心 真是时常开启 时常都愿意说 主啊 我在者女 请猜献我 猜献我们去到人群当中 去到陌生人当中 去到亲人当中 将你的爱 将你的恩典 和他们分享 主啊 你猜献 你自己的爱子 耶稣基督 来到我们的心中 来到这个世上 为我们成就救恩 主啊 是我们愿意 同样的 船 我在者女 请猜献我 好 我们今天起头 封面的受给予我们 阿们